金刚圣真的威力 我叫傅光芬,从小体落多病,长大母亲对我说,女儿,你从小体质差,去学医,对身体有好处,又不用体力劳累。 1958年我就开始跟师学习中医。由于多生类结业力之病,并未随我学医的知识和行医经验而减少,疾病总是跟着我转。 1978年连续几年为慧阳大部出血,额血,护血。到1981年只好做为大部切除术,术后身体更差,进食少,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精神衰弱,行动缓慢,常常不能上班。 直到1987年在有人的关心帮助下见到我的佛陀恩师多结腔佛第三世云高一希诺不顶圣如来。 当他老人家了解我的脊骨,贫困时,对我非常慈悲关心,唯我打一针金刚圣针,叫我把足三里献出来,佛陀恩师就蹲下来唯我打针,一针下去佛陀恩师就说,注意,我要运功了。 当佛陀恩师在我的面前结个手印一笔,我立即感到麻木胀痛,全身发热出毛毛汗,佛陀恩师听到我叫痛连连,就把手印放开,我立即感到刚才的麻木胀痛都没有了,只感到身体从来没有的轻松舒适。 佛陀恩师接着说,这一针为你打工经若迈结,你太贫屑了。 当时的我还未皈依学佛,佛陀恩师对我及一切众生都当亲人对待,平等施与大悲元首。 1988年我才知道要皈依学佛,离苦的乐,走解脱成就之路。 跟随三十多节腔佛陀上师后,我身体一天天好起来,面色红润了,神清气爽了,说话声音洪亮,行走有力,慢慢体悟到佛陀上师是多么伟大,佛法真实不虚。 见到我的人都说,这两年你完全变了,不像以前若不禁风样。 最让他们不可思议的是,我去西藏,青海高原缺氧的地方回来身体无恙。 由于受佛陀上师教会加持,我的医学水平提高了,参加全县考试首取中医医师资格证书,参加省,市考试取得主治中医医师资格证书。 医院为我挂专家门诊牌,病人一天比一天多,很多远,近疑难病症经我治愈。 在当地小有名气,我拥有的一切一切全是学佛后,佛陀上师教会加持给予的,佛陀法王上师对我恩重如山,点点滴滴都烙印我心中。 我记得大约是1989年的一天,佛陀恩师的弟子刘子方到新都南新区的家,求佛陀恩师救他,他说他这个病好多年了,碰起来要命,要倒。 国内各大医院都去过了,花了很多钱就是不见效,当时只见他面色轻暗,全身强直,不停叫疼痛难忍,一会儿倒地不起,面无人色,佛陀恩师立刻为他打金刚圣针加持他,由于休克,下针时他并无反应,或一会儿取针时留大姐清醒并站立起来说他不痛了。 每当我看到佛陀恩师金刚圣针的神奇,我就更想学打这个圣针。 有天我对佛陀恩师说,佛陀恩师您叫我神针,我好去救治其他病人。佛陀恩师对我轻言细语地说,光芬,你功力不够,以后再说。 有一次我见到台湾的喜饶跟灯仁波且也向佛陀恩师求学,佛陀恩师却说,你的功力不够,以后再说。 后来我才知道金刚圣针是佛陀恩师他老人家正得正尽正量的功德力,以大悲菩提圣心施加一切,患身病,心病,业力苦难众生的,并随时教会慈悲加持使众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找到治病防病的根源所在处。 跟随佛陀恩师十多年,弟子光芬从一个不懂学佛修行的人到如何才能成为三门合一的佛弟子,无私利人的人,在佛陀恩师加持和历代祖师传承力的加持下,形成一种果德,才能使佛弟子走向解脱成就之路。 佛陀恩师无与伦比的恩德加持下,佛子内心才生起了菩提心,自觉觉他。 佛陀恩师对弟子及一切众生施以慈悲,关爱,呵护加持有加,无以言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深感佛恩难报,唯有发愿生生世世做佛陀之子,前程恭敬归向一望永恒的佛陀上师,只有佛陀上师才能带佛弟子出离生死轮回苦海,走解脱成就,老生托死成佛度生之路。 丹佛菩萨和丹佳耶,报佛恩。 我今年已满了65岁,以上是我亲身经历,真实不虚,无有妄于。 如有妄于我堕入无间地狱,如真实不虚,愿此功德供养佛子伟大的佛陀父母亲,回向所有的金刚师兄弟,早正菩提,回向六道诸友情,阿弥陀佛。 佛弟子复光分讲述进程2006年4月16日。 文章出处,多结枪佛第三世政法宝典。